你知道吗 在中国有这样一所大学 又穷又迫 从开办到结束 不过八年时间 毕业学生3882人 却走出了两位洛贝尔得主 四位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八位两旦一星元勋 173位两院院士 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在学校纪念碑的背面 还刻着834位参加抗战的学生姓名 这所号称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 就是西兰年大 在这所史上硬件最破的大学里 40个学生挤在一个宿舍 教室里只有椅子 连课桌都没有 校长梅一琪请梁诗成夫妇设计校舍 从高楼到矮楼再到平房 连改了五稿都不满意 梅校长说 除了教室和图书馆 其他的都做成茅草屋 粮食层急了 楼民都会盖的茅草房 你要我干什么 梅校长叹了一口气 果烂单头 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 夫妇俩重新设计 边改边哭 他们哭连大 也哭中国 当低矮简陋的茅草屋 填满了连大的校园 谁能想到 这是出自匪生宗外的建筑大师之手呢 连大虽然穷 但却是最有骨气的大学 抗战爆发 日本人为了留住文一多 给他配司机 分豪宅 但他分文没动 只拿了手稿 一路乞讨拦下 华罗根放弃国外待遇 跑到连大去住刘棚 棚里的刘粪熏天 他们被刘狮子咬得体无完肤 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也攻克了十几个世界级的数学难题 连大很穷 有多穷呢 教授的工资居然买不起豆腐 在路上遇到乞丐讨钱 只需要说一句 我是连大的教授 乞丐都不再纠缠 连能想象一群全国有名的教授 为了能让学校正常的开课 他们都做了什么吗 文学系教授柯印章 化学系教授做墨水 物理系教授做肥皂 生物系教授做酒精 他们坚信 教育一定会让这个破败的国家变得强大 到那时 中国人才会挺直腰杆 重新站起来 就像校训上娼劲有力的四个大字 刚义坚拙 当我们始终拒着这口气 我不信 还有谁敢来再挑衅我们的民族 双击屏幕为大师点赞 这才是我们要追的心 如同胜色中心 她是什么都没从 当快都没有输了 学习派 向雁远